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脏穴里通过把脉与茶尿的方式判断四大协调与否 从中诊断出疾病 同样人们可以通过观察魂脉和分析其其脉等办法来预测病情 死期与其他厄运降临的情况 看圆光分为看心理现象的心理圆光和看镜中现影的明镜圆光两种 在众多服藏法宝中有多种依修各路本尊后看圆光的法门 一个人接受这些圆光法门的灌顶传承和开示 用儒量诵修心咒 把圆光法修持成就之后就可以将其法利用于历生事业 如果不是为了利益众生而随意看圆光 则会造成修此秘法的人不能得到成就的严重后果 预测未来的凶疾祸福时可以采用一种算术 在这个算术预测中把需要推算的命、身、路、运、魂等与五行相结合 并与年龄、八卦、功、日时、星辰等对列而运算 最后可以得出凶疾祸福的结果和寿命岁数的结论 此外还可以从一个人的心理变化中预测到此人的死亡时间 每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性格和心理特点 那些一贯粗暴鲁莽并且不受善法调制的人 如果性格突发重大变化便意味着此人不久将会死亡 既然想预知死期 那么比以上任何占卜都好的重要方法就是观察身体 生和死与身体有密切的关系 身体是由四大聚合而成的物体 在《大圆满法宝》里讲述了观察四大本身现象 寿命相的方法 这些观察方法是从增减两方面来观察死期 从外形方面观察能不能延长死期 从色相方面观察魔障 从增减两个方面观察死期的具体方法是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独自一人来到幽静的地方 赤身裸体或穿一件很薄的衣服背对着太阳站立 手里拿一根木棍或一串佛珠 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住前面自己身影的中心部位 当出现看到眼花的现象时 把视线从自己的身影迅速移到天空中继续注视 这时你若看见自己身影的全部轮廓 以及包括手里所持物品形状在内的全部影像 那么意味着你在近期将平安无事 不大可能发生自然或意外死亡 如果不能看见手里所拿物品影像 那是与所依本尊分离的现象 这意味着你将活不过七年 如果不能看见右手的影子 意味着将活不过五年 如果不能看见左手影子 意味着你活不过三年 如果不能看见右腿膝关节以下的影子 将活不过两年 如果不能看见全部右腿的影子 将意味着活不过八个月 如果不能看见左腿的影子 将活不过一年 如果不能见脑袋右半部的影子 将活不过九个月 如果不能看见脑袋左半部的影子 将活不过七个月 如果不能见脑子以上脑袋的影子 将活不过五个月 如果不能见脑子和脑袋两者的影子 将活不过三个月 如不能见全部上半身的影子 将活不过两个月 如不能见全部下半身的影子 将活不过一个月 如不能见全身右半部分的影子 将活不过二十九天 如不能见全身左半部的影子 就意味着活不过二十一天 从外形方面观察能否推迟死期的具体方法是 在和前面一样做完盯住身影与转移视线之后 在观察影像中 如果能看见四方形 扁形 圆形 或半圆形的影子 那么意味着可以用方便的办法来推迟死期 如果看见三角形或尸体被包裹的形状的影子 那么意味着无法延迟死期 避开死亡 从颜色方面观察魔障的具体方法是 在同样做完盯住身影和转移视线后 在注视对面当空的时候 如果看见身体的影像是白茫茫之色 并且从中心部位消失的影子 那么意味着你已经被龙类和鬼类缠住 如果看见身体的影像为黑色 并从右边开始消失影子 意味着你已经被魔类和地母缠住 如果看见身体的影像为红色 并从左边开始消失影子 意味着你已被龙腰和厉鬼缠住 如果看见身体影像为蓝色 并从腿部开始往下消失影子 意味着你已被龙类和狐妖缠住 如果看影像为黑乎乎之色 意味着你已被地母和阎魔王缠住 如果看见影像为黄灯灯之色 意味着你已被地奇或土地神缠住 如果看见影像为花花绿绿之色 意味着你已被魔鬼缠住 以上色相如果发生影像增减和影像改变外形时 就要认清突然遭遇的魔障 在此基础上修遮灭法来加以调制 如果影像为增减和影像的外形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可以判断为巨生魔障 观察天地连线的具体方法是 在中午时分面向南方坐在地上 两腿弯曲把右手手肘放在右腿膝盖上 伸直右臂 握右拳抵在前额上 两只眼睛从眉间注视右手腕 要目不转睛地注视 如果看见手腕非常细 意味着你将平安无事 如果看不见手腕 在遮挡视线或看见手腕已断 是死亡征兆 这意味着你将活不过19天 观察须弥山上歧视人的具体方法是 当太阳从东方山顶升起的时候 注视倒映在湖水中的墙面上的人的头部影子 如果看见墙面有两处上下重叠在一起的黑影 那么意味着你将平安无事 如果看见没有上面一层的黑影 意味着你将于此后第16天的中午死去 观察水面浮沫的具体方法是 当太阳从东方山顶升起的时候 在非黑非白的容器里小变 注视小变中升起的气体 如果看见气体为蓝红色 意味着你将平安无事 如果不能看见其他中的蓝红色 意味着你将活不过15天 如果看见气体是黑乎乎之色 意味着你只能活11天 如果看见气体为红点点之色 意味着你只能活9天 观察松茹之烟的具体方法是 当太阳从东方山顶升起的时候解大变 并观察大变中能不能升起气体 如果看见有气体升起来 意味着你平安无事 如果看见气体为红点点之色 或根本看不见有气体升起来 意味着你活不过9天 观察虚迷山顶太阳落下与否的具体方法是 用手指头压住眼角部位 在观察中如果发现多出一个眼线 那么意味着你将平安无事 如果发现没有多出一个眼线 意味着你将于第三年死去 用手指头压住耳朵孔的时候 如果听见类似打鼓的声音 意味着你将平安无事 如果听见类似刮风的声音 意味着你将于第七天死去 如果听不到任何声音 意味着你将于五天后死去 最明显的死亡征兆便是 地大合入水大的时候 这时会感到身体很沉重 水大合入火大的时候 口鼻中会流出水液 火大合入风大的时候 身体会失去热量 风大合入心时的时候 身体会断灭内外之气 还会昏迷片刻 心时合入空中的时候 将会入住无念法界 空合入光明的时候 将会领见到智慧光明展现出来 以上就是死亡次第的征兆 进入投生道的征兆有 见到庙宇和园林 是投生为天界的征兆 见到光环时 是投生为阿修罗的征兆 见到阴天时 是投生为平凡俗人的征兆 见到自己在人群中 是投生为狭满圣人的征兆 见到地洞和茅屋时 是投生为畜生的征兆 见到荒野或沟壑 是投生为恶鬼的征兆 见到黑暗或阴云黑夜 是投生于地狱的征兆 见到漆黑异团 即狂风呼啸 是投生于寒地狱的征兆 诸如此类的征兆和景象 还会出现多种多样 如果你有不同看法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